好 那还有两个case 刚刚是10跟01嘛 那11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in equilibrium 他们两个人是做一样的事情 都offer warranty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今天 patient updating就会变得跟刚刚不太一样 首先是 批 批的话呢 基本上消费者这个时候 就是相当于他无从判断 因为当你看到 有warranty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high type来的 有可能是low type来的 那么今天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消费者只能维持 他的prior belief 所以批依然会是二分之一 那Q呢 今天事实上在这个equilibrium里面 根本就没有人会offer no warranty 所以在这个equilibrium里面 消费者是无从set up 他的posterior belief的 所以消费者的Q can be anything 就是在这个equilibrium里面 我们要去猜想 我们要去检验 所有可能的Q 来看看有没有任何一个Q 可以让消费者的行为 在最终 不会让厂商想要deviate 所以我们现在呢 做了一个step了以后 p要被update成二分之一 而Q呢没有被update Q可能会是所有任何可能的0到1之间的数字 接着 consumer就要想啦 好 今天如果我的p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当我看到有warranty的时候 可能是high type 可能是low type 各一半 好吧 那我们就用期望值吧 所以我这里是6 这里是-3 平均起来是正的 好 那我要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消费者看到有warranty 他是会买的 那么如果消费者看到no warranty的话呢 他基本上可能是任何数字嘛 所以他可能要干什么 他就要想啦 嗯 这个是5 这个是-7 但是我有可能用任何的数字 来设定成我的Q 我Q如果设大一点 我就会觉得是 这个5这个东西 会达名的那个-7 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 就反过来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时候呢 比较类似于没有什么结论 consumer在看到no warranty的时候呢 两件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子 诶那你说那接下来怎么办 诶不要紧张 接下来呢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今天no warranty的时候 消费者真的是去选择会买 那这个情况下 你马上就会发现 根本就不会有公司想要offer warranty 如果我在没有warranty的情况下 是会买的 那么今天这两个厂商 他们两个厂商 在offer warranty的时候呢 消费者是会买的 但是我各赚是8块钱跟负1 如果我这个时候 马上dVA的话 会赚11块钱 所以今天这两个厂商都会dVA 所以不可能会发生 这种消费者在这个 no warranty的时候 还愿意买的这种事情 这种情况下 厂商一定不会offer warranty的 那么所以呢 现在就是 我们大概可以猜想说 我们在no warranty的情况下 如果要是equilibrium 消费者只能是选择不买 那这里是厂商选择 有warranty 然后消费者选择会买 最后一个检验就是 这个N到底可不可能 很不幸的 还是不可能 这个时候如果你unreliable 你unreliable的话呢 你offer了warranty 然后呢 消费者买了你是-1 那你还不如dVA 消费者就不买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1-1 两个人都offer warranty 是不可能的 好最后一个 有没有可能两个人 都offer warranty呢 都不offer warranty呢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两个人都不offer的话 现在换成P 有各种可能 那Q呢 只能维持prior belief 所以Q会变成二分之一 而P会维持在 01之间任何可能的数字 消费者这个时候 就要想啦 消费者就会想说 嗯 如果今天看到 no warranty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我用5跟-7 加全平均 结果是负的 所以这个时候 消费者会不买 这个OK 那至于 我今天如果看到 有warranty 如果看到有warranty的话 那我要干嘛 那就取决于 在这个情境下 虽然我什么都没有 虽然明明就没有 厂商会offer warranty 但我还是会去思考 就是说 嗯 今天 我如果 天生乐观 或是我如果 天生悲观 那我会干嘛 今天呢 对消费者来说 这里是6 这里是-3 如果他的P 大过三分之一的话 那么他的期望值 就会超过是 呃 超过零 就会是正的 这个时候他就会买 所以这里 哦 有两种可能性 如果consumer 觉得 哦 觉得P是三分之一到一 他倾向于相信 P是三分之一到一的话 那么呢 他就会选择要买 反之 如果是零到三分之一的话 他就会选择 不买 那么这两种 就都有可能会是equilibrium 我们得要检验一下 所以呢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对前者来说 我们这个reliable firm 诶 有动机 deviate 好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 我们今天想要检验的是 这两个人都不deviate 都不offer warranty 都不offer的时候呢 消费者是 不会买的 那么都offer 如果有人offer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 如果消费者 他 够乐观的话 那他会买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 这个high type的厂商 你当然会想要把零 变成八 对吧 所以呢 前面这个情况 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不可能有个equilibrium 是大家都不买 对不起 大家都不offer warranty 但消费者心里想着 如果有warranty 我就要买 如果是这样的话 high type一定会deviate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只剩下最后一个 这个可能性 就是 in equilibrium 大家都不offer 然后大家都不买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high type low type 你都没有动机deviate 因为deviate过去 也不过就是零而已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有可能 是equilibrium啦 所以帮大家很快地复习一下 给定任何一个可能性 给定任何一组厂商的策略 你的任务都是先去帮消费者 设定posterior belief 可以的时候用bation updating 不行的时候 只好任何可能性都考虑 给定消费者的posterior belief了以后 帮他们决定 他们应该要买 还是不要买 最后去检查 有没有厂商 有动机deviate 这样就完成一个equilibrium的检验啦 谢谢大家